一片烏蒙蒙 視線就像戴眼鏡吃火鍋一樣 什麼都看不清楚 遠方的高樓大廈全都模糊不清 開了空氣清淨機也沒用 空氣品質指數還是很高 高雄城市就好像仙境一樣飄著白霧 但這到底是霧還是蠻 在地高雄人無奈說自己已經習慣了 霧茫茫的空氣好像是在提醒秋冬季節又到了 整座城市的空品幾乎都呈現 橘紅色警戒 高雄就位在東北季風的被封測 空氣擴散條件不佳 污染源很容易滯留 再加上高雄市座工業城市 環保局緊急要求台電 中油 台素 等大型工廠降載 週六更是擴大到三十五家 空屋對高雄來說已經是老問題 年年冬天一定都會有 兩週後就要九合一投票 市府高效率的要求大型企業立即降載 解決空污雖然很難在短期內立竿見影 但眼下能改善多少算多少 畢竟選舉快到了 TVBS新聞林一邦趙莉 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